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做好先 然后我们先从步伐开始去了解 去理解 然后慢慢到上半身的腰复发力 这个双脚起跳砂我们主要是以交叉步为主 那我们什么情况下才能用到这个双脚起跳砂 进行这个砂球呢 当你戳网的时候 戳一个网 然后你的对手挑了一个特别高的球 弧度特别大的一个球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用这个双脚起跳砂 然后至于为什么双脚起跳砂我们要用这个交叉步呢 这个交叉步能让你更好地调整你的击球位置 然后能让你更好地准备去起跳 下我先给大家做一遍这个双脚起跳砂的步法 然后后面我再跟大家一点一点的去讲解 我每选择裂点击球 会放大幅 一 band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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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d 一 band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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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d 等会有什么样的 我先打尾题 为了快点一 band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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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d 这帮主可以 Nein 一点点软 好 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双脚起跳杀的步法教学 首先是准备动作 准备动作我们的右脚肯定是在前面 那什么情况下我们双脚起跳杀的 这个时候会比较多呢 那就是当你戳一个网 戳一个网了之后 你的对手挑一个特别高的球 弧度特别大的球 好 戳完网准备 然后这个时候还一跳 我们就要有一个启动 大家注意 这个启动的时候是靠这个右腿 去往后推动你的中心 所以类似右腿去踩 我们一定是用这个前脚掌去启动 然后启动完之后 大家注意了 我们不用着急先侧身先 我们一起动完之后 这个右腿往后收 有点往后退的感觉 所以整体就是 一 二 好 这两步已经完成了 大家注意 我的准备动作 球拍没有放下来了 不要退的时候 拍子放在下边 拍子我们还是做好这个准备动作 配合前面的启动 就是启动完 一 二 不用着急测身 会有很多球友们会问 那两步够不够到底线啊 万一你的对手把球打到很底线 怎么办 所以我们这两步退的步法已经够了 那我们如果说这个球会比较底线的话 我侧面给大家做一遍 你现在抽完网 好 现在这个球 挑的很底线的话 我们的这一个 推的步法稍微大步一点 然后再测身准备起跳杀 不要说好像你抽完网 对手挑了一个很厚的球 你还这么小步 那肯定到不了 所以我们这个后退的步法 我们可以大步一点 一 二 然后再测身准备双脚起跳杀 退的时候 我们的背也是要有一个攻背蓄力的状态 这个背也是要有先攻背 然后我们这样跳起来的时候 才能往上展开 然后再用到这个腰斧的力量 好 第三步的时候 我们的右腿就要开始侧身 加拍 然后这个左腿往后收一步 做好这个双脚起跳杀的准备 好 说到这 大家先不用乱 我再给大家做一遍 抽完网 准备 右脚启动 推动你的重心往后 然后不用着急侧身 右腿往后 推 一 二 然后这个拍子没有放下来的 还是做好准备动作 然后第三步 再侧身架拍 然后左腿往后收 准备双脚起跳杀 这一个就是双脚起跳杀的步伐 大家注意了 我们推 然后到后边准备起跳杀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牵脚掌 所以整体的状态就是准备 启动 一 二 转 侧身 收腿 起跳杀 这个双脚起跳杀 我们的最佳的击球点 一定是要推到球在我们头的前方 打个比方 这一个就是你的对手挑了之后 然后这一个弱点在这 所以我们整体的状态 再配合该前面的步伐 一起到 然后往后推 一 二 侧身 然后收这个左腿 准备起跳 一起跳的时候 然后我们肯定是抢最高的击球点 大家注意了 这个球一定要在我们头的前方 这个位置 然后再进行这一个双脚起跳杀 这样的话 你的这一个双脚起跳杀 才能把力量发出来 然后才能让你更好地去感受到这一个 腰腹的力 然后全身的发力